白雪矮矮的北方冰原,一辆雪橇车飞驰而过,塞帕拉驱使着爱犬正飞速赶往市区,天空中阴雨密布,似乎酝酿着可怕的暴雪。 前方是阿拉斯加的诺姆市,最近城里爆发了可怕的疫情,孩子们大多染上了白猴,有五人已经不幸离世。 公务员聚集在市政大厅商议对策,必须要赶在病情爆发前去隔壁城市取来疫苗,不然孩子们的生命都将岌岌可危。 诺姆距离疫苗城市超过1000公里,有人提议可以空运,但是糟糕了天气却告诉他们,现在是禁飞时段。 副市长将求助的目光投向阿塞,这位雪橇好手曾以惊人的速度帮他去往隔壁城市送信,面对副市长的寄往,阿塞犹豫了。 天上的乌云浓得化不开,而他的雪橇犬却不再年轻,领头的雪橇犬名叫多格,今年已经12岁,对于雪橇犬来说,这已经是经不起折腾的年纪。 阿塞从市政厅出来,顺路将医生送去了隔离医院,病房内,孩子的哭声如气如素,阿塞隔着窗子,心中暗暗有恶主意。 妻子看到他给雪橇打蜡,知道他已经做了决定,此行急凶未卜。 妻子担心他的安危,还建议他换一只更年轻的领头犬,但是他和多格磨合已久,他知道这趟艰难的旅程只有多格才能完成。 屋外传来敲门声,是市长亲自登门拜访,请求他运送疫苗,阿塞没有再拒绝,他早已做出了决定。 暴风雪在屋外怒吼,阿塞等不及天亮,就要和多格踏上旅程。 妻子蹲下来盯住多格,他和丈夫都要平安归来,成立人也守在街道两侧,为他们的英雄送行。 天气就像预料的那样,没有给阿塞好脸色,雪橇驶出市区没多久,风暴就席卷而来。 阿塞没有犹豫,他戴上护目镜,将性命交到了多格手中。 这只领头犬总能在绝境中迸发出惊人的求生力量,这一次他还能逢凶化其吗? 思绪飘回到12年前,阿塞想起他和多格的初始,多格是妻子捡来的野犬,那时他身受重伤,看上去野野一息。 阿塞对多格并无好感,还主张让他自生自灭,但是拗不过妻子的坚持,还是让小家伙留了下来。 多格求生意志惊人,在妻子的照料下,一天天康复起来。 健康的多格就像多动的顽童,男友消停的时候,妻子建议阿塞何不适时把他训为雪橇犬,阿塞却笃定地达到多格不可能成为一条雪橇犬。 有朋友向阿塞征求右选,他趁机将多格送了出去, 但是没几天朋友就发现,多格是个魔人精,又将他送了回来。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,有些生命的相遇注定是为了彼此守护。 阿塞在暴风中艰难前行,凌冽的寒风刺得他睁不开眼睛。 雪原上到处都是危机,前方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。 阿塞发现前方危机,他从雪橇车上跳下,想在雪地上谋下铁钉,但是飞驰的雪橇车却立马将他拖了过去。 阿塞被雪橇车拖着,大铁钉在冰面上划下一道长痕。 多格在悬崖前及时止住,雪橇车这才停了下来。 全队在悬崖前不知所措,阿塞叫唤着多格,向上拉,向上拉。 多格听话地扭转身来,拼命向上,将全队带回了正确的轨道。 而多格自己却在行动中伤了脚掌。 阿塞带着多格来到驿站休整,医生给多格治好脚伤,还告诉阿塞,多格的速度恐怕不能像以前那样迅猛了。 以前的多格是一个怎样的存在? 朋友将小多格送还之后,阿塞将他关进了铁笼之中,自己带着雪橇犬挖出训练。 多格不像别的狗狗那样安分,沿着铁丝往四处挖洞,一处挖不通,那就换一处。 几番皱折下来,又一次成功越狱。 龙子可以困住装睡的人,但是困不住自由的灵魂。 多格来到阿塞这里,打乱了他的训练。 雪橇犬看着陌生的多格就像找到领袖一般,他们随着多格追向逃生的野路。 最后将阿塞摔进河中,阿塞被整得很生气,将多格关进一间密闭的房间。 房门被锁死,多格只好寻求别的通道。 明瑞的眼睛很快去盯上楼上的小窗,多格沿着木架上去凉房。 架上的杯子纷纷打翻在地,都说他是出了名的拆迁办,其实他只是天性不羁爱自由。 一颗自由的灵魂不会让自己停下,阿塞告别一阵守卫,再次踏上了旅程。 病房里的孩子还在等着他的疫苗,为了缩短路程,阿塞没有走大路,而是选择了跨越冰河,直接奔赴对岸。 这是一段赌上性命的路程。 雪橇车走在冰面,旁边不时爆出巨大的裂痕。 阿塞在雪橇上给爱犬们打气,他们是下不倒的勇士,没有什么能抵挡他们的脚步。 市长在家里忧心忡忡,他将阿塞的故事寄给报社,成了轰动全国的大新闻。 阿塞一行总算有惊无险,成功渡过了冰河,对岸就是第二个驿站。 看守人很喜欢多格,他从未遇到过如此富有斗志的雪橇犬。 阿塞在一旁苦笑,正是这样一条两犬,自己却曾两次将它送人。 家装杯子被打烂后,阿塞十分恼火,他将多格带到离家很远的人家,送给那里的女主人。 女主人将多格关在房内,势必要将他驯服,然而多格是困不住的。 他一头撞碎窗玻璃,又一次回到了阿塞身边。 阿塞发现多格身上的血迹,想让他坐车,多格却挣脱控制,跑到犬队面前想要领航。 阿塞不干,将多格带到队伍后头。 没想到,之前极傲不逊的多格,竟然轻松融入了队伍。 这回自己大概是看走了眼,阿塞心里想着。 他将多格重新换到前头,让他回到了本该属于他的位置。 也正是在这时,阿塞给他取下了多格的名字。 这个名字来自于曾经打败沙俄海军的日本将领,东乡平巴佬,意味着不被看好的人。 阿塞的故事传到隔壁城市,他们安排了一支雪橇接力队,将疫苗从城里送出。 这样一来,阿塞只用跑完一半路程就能拿到疫苗。 按照预估,他们会在中间驿站会合。 然而,他们忽略了冰河,阿塞已经抢先一步,离开了中间驿站。 如果两方人马无法在途中偶遇,阿塞将会错失疫苗。 连日赶路让阿塞倦意闯闯,他在雪橇车上打起了小盹。 接力员正在旁边树林休整,他却没有察觉。 接力员拼命追上去,在后头使劲呼喊着,阿塞依旧没有察觉。 幸好聪明的多格发现接力员及时停住雪橇车,阿塞这才拿到了疫苗。 反诚是,阿塞依然选择了跨越冰河,冰面上还残留着来时的裂痕。 阿塞顾不上许多,他早一份到家,孩子们就多一份希望。 多格在前头领航,带领着全队和时间赛跑。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十年之前,那时阿塞和多格参加市里的雪橇大赛。 他们原本处于落后的位置,但是多格神勇异常,硬是带领全队,拿到了投名的位置。 以前多格没有输过,现在他也不会输。 河面上已经部分解封,碎裂成很多巨大的冰块。 多格带领着全队在冰块间寻找机会。 每当波浪袭来,冰块便会倾斜。 靠着多格的机警,雪橇车一次次避过危机。 然而冰裂的速度越来越快,死神和他们玩起了竞速游戏,丝毫不肯放松。 阿塞在后头呼喊着,快跑多格,快跑。 多格使尽浑身力气,将雪橇车带往另一块碎冰。 跨越冰块时,雪橇车前沿撞上冰块,好在多格给力,还是将雪橇车拖回了冰面。 历经种种危机之后,雪橇车终于来到岸边,然而碎冰已经飘离岸边,最后的一点距离似乎成了无法跨越的天剑。 阿塞没有放弃,因为他还有多格,他将铁钉凿进冰层,将绳索套在多格身上,然后将多格跑到了岸上。 多格凭着一击之力将碎冰拉近了几分,全队趁机发力,一起将雪橇拖回了岸上。 阿塞也使尽最后的力气,从冰面跳回了岸上。 阿塞回到歇身的驿站,医生抚摸着多格,眼眶中充满了泪水,体力透支,可能会提早结束他的生命。 阿塞不忍再让多格领航,他将多格带到后座,将让他歇着走完最后一段。 然而就和十多年前一样,多格的骄傲让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的位置。 暴风雪依旧下个不停,阿塞已经看不清方向。 花梁的雪原之中,多格是他仅有的依靠。 阿塞蹲在多格面前,告诉这位已经相处十二年的老伙计,现在只能靠他带领大家回家了。 一番叮嘱后,阿塞在车上沉沉睡去,等他醒来时,车已经停了。 多格已经耗尽了力气,趴在地面上,睁不开眼睛。 阿塞趴到多格面前,哀笑着多格,现在还不能停,多格却无法再回应。 背后亮起一束灯光,原来,他们已经抵达了驿站。 最后的一程路,不用再劳烦阿塞和多格,政府已经安排好接力员将疫苗送到市区。 记者记录下最后一程的接力员和雪橇犬,误把他们当作了城市的英雄。 阿塞领着多格安静地回到家中,妻子已经等候多时,多格在旅途中耗尽了力气,搭了在床上,完全提不起精神。 右脚掌受了重伤,站起来,一拳一拐。 隔壁家女孩童言无忌,向阿塞问道,多格就要死了吗? 阿塞被刺得很痛,他从未想过要以这种方式和多格告别。 幸运的是,多格又一次创造了奇迹,在妻子和阿塞的照料下,多格渐渐恢复过来,只不过他无法再像以前那样骄傲地为雪橇车领航。 阿塞的工作仍然得以继续,这一次多格被留在家里,他趴在窗边,看着阿塞的身影逐渐远去,但是房间不是多格的世界,房门也困不住他。 多格灵巧地拉下门把,溜出了门外,他拖着一拳一拐的双腿,向着远方的阿塞奔去,阿塞抱住跟来的多格。 有狗如此,夫妇何求? 多格退休后多了一床身份,他成了一名父亲,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名贵的权重。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哈士奇,超高的颜值和感人的智商,让哈士奇有着超高的人气。 网友打趣地称他为二哈,但是二哈并不是真的二。 六阶溜不好其实是因为人家是雪桥队出身,但哈士奇六阶最好先定量定量体力,不然可能就是狗溜人,不是人溜狗啦。 好啦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这里是科幻战静,我是爱意们的星星,我们下期再见。